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十四名北盖红奇功 实力四角级别 射雕与神雕中的天下四角之一 因贪吃物事 自断其右手十指 故称九指神盖 第二次华山论剑时 红奇功先与郭靖大战三百招 后与郭靖黄耀师大战逆练九阴真金的欧阳峰 虽然最终落败 但在整体表现上比黄耀师强上不少 红奇功一身的主要战绩 其实主要来自于欧阳峰 两人先后一共发生过五次交手 绝对算得上是欢喜冤甲 第一次交手是第一次华山论剑 四角之间完全不分胜负 第二次交手则是各自为徒弟和儿子上桃花岛向黄老邪提亲 两人在此战中是出了浑身解数 虽然斗到了千招之上 但结果仍是不分胜负 黄耀师在观战中对二路武功成就十分钦佩 两人第三次交手是在离开桃花岛的船上 此战中双方都用上了冰刃 斗了许久无果后 欧阳峰又使出了灵蛇拳 因为红奇功早在欧阳克身上看到过 因此早就想出了破解之法 七战中欧阳峰落水 红奇功救他时被其毒蛇咬住 还狠狠地挨了一掌 此战之后 红奇功武功全尸 几个月之后的第二次画山论剑 红奇功仅与逆练九阴真金的欧阳峰 斗了几十招后就绊了下来 而欧阳峰则是车轮战 以一敌三大战上风 黄药师 红奇功等人甘拜下风 最终欧阳峰靠着 蜂魔状态夺得武功天下第一 这也是欧阳峰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十几年后的神雕侠侣 红奇功在华山绝顶 在与欧阳峰邂逅 欧阳峰虽然神志不清 但对于红奇功心理上 却有着极大的厌恶 两人各时平生所学 斗了七天七夜 最后双方的内力合一 水煮交融 两人相拥大笑后 与世长辞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十三名 东邪黄药师 实力四角级别 射雕与神雕前后 三次华山论剑 均是天下武爵之一 桃花引落 飞神剑 碧海潮升 暗欲消 黄药师在武爵上 算得上是一个超级天才 其他武爵的武功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上辈传承 只有欧阳峰和黄药师的所有武功 是来源于自己开发创造 尤其是他的弹指神通 是可以跟降龙十八掌 一扬指 黯然销魂掌 媲美的爵士武学 早年间打断 周伯通双腿 将其困在 桃花岛上 十五年 归云庄之战 现场教学 没超风 大战郭靖 曾一人单挑过 全真妻子设下的 天罡北斗阵 拥有一招 秒杀 一流高手的实力 第二次画山论剑 黄药师因三百掌内 无法击败郭靖 自认落败 但实际实力高于郭靖 欧阳峰突然出现后 黄药师运起弹指神通 不想却被欧阳峰 直接咬住指头 黄药师承认 其武功天下第一 在十几年后的 神雕侠侣中 黄药师先后两次 秒败李莫仇 并传授杨过 预销剑法 与绝技弹指神通 十六年后的 九楼之战 黄药师和杨过 用内力 裹挟 小兰子 尹克西 和一名黑脸大汉 把三人像球一样 在空中抛来抛去 并且以弹指神通 占平杨过的 绝技 黯然销魂掌 后来在 最清古的 世纪大围欧中 以一枚小石子 在摆布之外 震动金伦国士的轮子 金伦震惊之余 认为此人的武功 绝不在一灯和老顽童之下 黄药师的排名 高于红七公 和欧阳峰的主要原因 是四决历来 都是被深度绑定的 四人几次霍殴 就没有分出胜负 而四决中 欧阳峰和红七公 死得略早 所以黄药师 占了一个便宜 另外黄药师 除了弹指神通之外 还有两大必杀技 其一是 配合脚踩 五行方位的 不知名掌法 其二是 奇门五传 这两门绝技 都在旁白中定位甚高 是黄药师 压箱底的绝活 另外 黄药师不存在 没学九阴真经的可能 首先 旁白中说 他在九阴真经中 有收益 其二 没看过九阴 不可能改良 九阴白骨爪等武学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是高手 第十二名 男僧一登 实力四决级别 射雕与神雕 天下五决之一 理论上说 应该是天龙八部中 段玉的孙子 原为大理国 宣宗皇帝 本名段志兴 王重阳怕自己死后 无人能治住 欧阳峰于是亲父大理 将独门武学 先天宫传给了段志兴 后来因没有救助周伯通 与阴姑的孩子 而出家尾僧 一登因心胸开阔 不与人结怨 因此也是五决中 唯一一个先有出手之人 射雕刚出场时 指出五成内力 就让郭靖震惊 一登在治好黄荣后 元气大伤 郭靖在偷袭的情况下 居然被一登突破掌力 反击之下 还被一把拿住了卖门 第二次华山论剑前 红旗公曾认为 学得先天宫的一登 能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魁 神雕侠侣时期一登 面对求仙人的 十四季铁掌弓 指手不攻 最终受了不轻的内伤 黄白称 如果一登全力出手 或许能够胜 求仙人一招半时 这句话也正是把 求仙人与其他四角 拉开差距 而后轻轻的 以一招一扬指 就弹开了 扬过压在 求仙人肩上的 玄铁重剑 十六年后 绝亲古武之战 应该是一登全书 唯一一次正面交手 原文称 一登与金轮一来一往 渐渐的相距仗鱼之遥 各以平身功力 遥遥相击 黄荣怕一登 年老体衰 九战对其不利 于是指挥白雕进攻 一登得白雕之助 短暂占据上风 但却无法对金轮 进行有效压制 以旁白定位 与实战而论 天下四角完全是 同一水平 并不存在高低之分 因一登多数的一门 先天攻 故而在理论上 排名更高一些